介绍一下 在这个西门者人机这边要做一个按钮 要把这个运转中的画面给停掉 就做一个stop run time 的一个功能 所以首先呢 我们先拉一个按钮出来 那这个按钮呢 假设我们先做一个名称的定义 stop run time 好 那这个按钮就是停止我们的 run time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在这个按钮的事件进来 click 这边呢 我们就启用一个事件 那这事件的功能呢 就放在这个 function 里面的 other function 里面有一个stop run time 点一下 OK 那这个功能就启用了 所以按下去呢 我就停止这个 run time 好 我们来试一下 好 那现在呢 人机启用嘛 所以当我的 run time 按下去的时候呢 这个人机就关闭了 按下去 好 就整个关闭了 那这个就是做一个 stop run time 的按钮 我需要试用这个软件的程序